哈喽各位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我是给强 现在我手里拿到的就是AMD最新一代的 锐龙7000系列处理器 相比上一代除了全面革新之外 包装上也是好了不少 早在2020年 AMD就凭借着锐龙5000系列的初四表现 一举坐稳了YES的宝座 而两年后的今天 7000系列是否还能给玩家带来一波YES呢 这就是我们本期所要讨论的主题的 那废话不多说 下面直接开始吧 这次锐龙7000处理器的首发型号 共计包括了R97950X R97900X和R77700X和R57600X四款CPU 至于R77800X为什么会首发缺席呢 据说后续可能会有一波大的 比如7800X3D 而R97950X则是以旗舰姿态 强势夺得了最强AU的称号 那它到底强在哪里呢 首先可以看到 7才用了少用的混合工艺 CDC部分为台积电5纳米 而IOD部分则是台积电6纳米 同时外形上也变成了八爪鱼 这样一来便能一定程度的降低制造成本 实际规格上 R97950X为16核心32线权 其中一级数据缓存和一级指令缓存 均为16x32KB 二级缓存为16x1Mb 三级缓存为2x32Mb 但其的最大锐屏 直接是从R95950X的409GHz提升至了5.7GHz 而800MHz的频率提升换来的当然就是性能增长了 但这样的代价也很明显 就是CPU功耗增加 通过CPU-Z的截图就可以看出 R97950X的TDP功耗 已经从105W增加至了170W 而这65W的涨幅 也已顶上了一个笔记本标压处理器的全部功耗了 那么R97950X对比隔壁12代Core中的王者 i912900KS来说能否扳回一成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首先介绍一下本次测试的平台 由于锐龙7000处理器的主板插槽 已经从AM4的针角设计更换为了AM5的触点接口 同时对应的内存配置也已经加入了全新的DD25 所以想要发挥出R97950X的全部性能 我们还选用了来自ROG的CloseHair X670E Hero主板 718加2的供电模组和110A的供电方式 对于7950X来说已经是绰绰有余了 但由于PCIe 5.0技术 也是锐龙7000处理器的升级亮点之一 Core X670E Hero主板 不仅提供了两个PCIe 5.0x16的高强度显卡插槽 而且也是提供了M2固态的超大散热中甲 当然个人最喜欢的还是主板上的显卡快车键 对于我们这种经常拆装显卡的用户来说是非常方便的 至于另外一边的i912900KS平台 则是使用了同规格的Maximus Z690 Hero主板 同时考虑到两大平台都是大火炉 所以搭配的散热器均为ROG龙神2代360一体式水冷 其他配件方面 内存为实权的DDR532GB内存套条 频率为6400MHz 硬盘是悉数的SN8501TB 电源为追风者AMP1000W镜牌全模组 显卡为明轩RTX3080Ti 手组之外两个平台的系统环境均为Win11 21H2 那首先就是关于R97950X的基准性能测试 打开CPU-Z可以发现 R97950X的单线程得分为788.7分 多线程得分为15730.4分 对比i912900KS来说 单线程能力是落后了10% 但多线程能力则是领先了28% 然后是在Cinebench R23的测试中 运行在4.5GHz的R97950X 多线程得分为37560分 但单线程得分已经超过了2000大关 来到了2039分 能有这样的表现确实是AU中数一数二的了 但对比i912900KS仍是单核打不过 多核略领先 紧接着是CineMark的Time Spy测试 从测试结果来看 R97950X的最终得分为17590分 相比i912900KS落后了约6% 但在FiStrike测试中 R97950X则是获得了43256的分数 领先了i912900KS约4% 内存方面也可以看到 R97950X平台的读写速度 分别为75398MB每秒和78358MB每秒 延迟为71纳秒 而i912900KS平台的读写 分别为98393MB每秒和87322MB每秒 延迟为68.1纳秒 明显看得出来 在延迟相差不多的情况下 AU平台的表现的确是要弱于IU的 最后则是压力测试 内容i1大64单烤FPU20分钟 在ROG龙神2代360水等的加持下 R97950X的核心温度达到了94度 功耗为195W 而i912900KS的核心温度为88度 功耗为285W 两者的表现完全可以用 《卧龙凤厨》来形容了 那测试完理论性能 我们再来看看R97950X在游戏中的表现 首先是在CSGO 1080P分辨率下 R97950X的最高帧率来到了恐怖的1100帧左右 可以说又一次突破了AU的历史 而其平均帧率也有728帧 但对比i912900KS的平均768帧来说 还是有着5%的差距 而在英雄联盟中 R97950X的平均帧率也已经来到了325帧 相比i912900KS的281帧 大约多出了15% 其次是在古墓丽亚影1080P最高特效下 R97950X的平均帧率为238帧 相比i912900KS的229帧领先了约4% 最后是在次性能英雄电的1080P最高特效下 R97950X的平均帧率为117帧 相比i912900KS的119帧来说 二者差距仅在1.7%左右 那么以上就是关于R97950X的大致性能测试了 由于时间有限 所以关于它的超频性能以及生产力性能 这里也就不做过的展示了 其实从以上的结果中也能够看出 对于全新的Zen4架构 以及主频的提高和缓钻的增加 R97950X完全称得像是目前性能最强的AO 但也仅限于AO 毕竟对比隔壁的i912900KS 除了线程数多之外 游戏优势也没有那么明显了 更何况这次还是AMD打磨了两年的产品 而发布会中所提到的IPC13%提升 目前来看感知不是特别明显 同时也还有个局限性 那就是目前锐龙7000处理器 仅支持DDR5内存 所以想要用上的话 整机预算也会比较高了 而单纯想玩游戏的话 还不如直接把钱花在神机显卡上 所以这次AMD确实是把ES换成了弄 希望未来的任务能够重拾信心吧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那如果还想了解各种硬件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个强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